鬼節 這個月份招桃花會不會出現鬼新娘 我不知道啊 路上紅包不要亂撿 我的朋友領運 你是唯一一個股票長成這樣子 還要還賠錢的人 我好無言喔 我覺得下一集直接討論財運的部分好了 桃花已經不重要了 一隻髒髒的豬 跟一隻光滑白嫩的豬 老師你不要這樣說自己 老師你不要這樣說自己 大家好我是周一王小凡 欸大家好 我大根 之前我朋友一直在說要揪團去什麼 揭桃枝 當農 哈哈哈哈 就是他幫你接桃枝 然後你有桃枝以後 桃花就會慢慢盛開 那那個桃園拉拉山上面那些 我都是青鮮粉絲 到底有沒有用啊老師 可以教一下我們有用的方式 我們要先講一件事情 你想想看 哪一類的人他比較容易吸引到異性 而且吸引異性是一件事情 他吸引來的不會是蒼蠅 就是好相處隨和開朗 我覺得通常這種人的桃花都還不錯 還不錯對不對 好相處隨和開朗 其實是表示說這個人啊 通常他自己的個性啊 是比較赤子之心 然後比較不跟人家 計較對不對 然後心寬就會 氣胖 啊什麼 所以他們都胖胖的嗎 所以他們通常會圓潤 沒有吧 所以你會聽到 有人會跟你講說 不能過瘦 不能過瘦 原因就在這裡 然後再來 這個人他對人很好 是常常笑眼常開 對 所以中醫來講啊 他一定是心血管發達 他的氣是旺盛的 那氣旺盛的人 他臉色會紅銳 有人會告訴你說 臉色要紅銳 對不對 啊那我就是腮紅畫超紅就好啦 其實我們在討論每一件事情的時候啊 你都要去看 任何的改運或是任何的方法 都是要讓你去補足你不足的部分 對 教授你為什麼穿高跟鞋 因為矮啊 對 補足你不足的部分 我們在講說 相由心生 對 可是有沒有辦法導過來 改變你的相之後 改變你的心 當然可以 你把自己弄得比較漂亮 那你就比較有自信 你就有比較自信去面對感情 所有的東西其實是去補足自己的不足 那當你有了之後 你的心情就會比較容易轉換 那當然運就改了 其實是改善你的心態 對 其實他基本運氣是這個樣子 很多人說幸運色嘛 應該也是可以改善氣場 色彩學其實啊 對 他當然有道理 如果這個人是個黑人 他穿橘色的衣服 他的臉會更黑 與其去相信命理上的所謂的 五行缺什麼補什麼 對 你還不如相信 你自己的身美 然後自己去評估說 譬如今年流行穿緊身的衣服 但是我穿緊身的衣服 會變成明顯原胎人 那我就不適合 對 你還不如相信這個是 這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講到底 這些都是很外在的東西 他只是也是幫助你 讓你的心態的改變 很多人就是會帶一些什麼 水晶啊 紅線啊 到底有沒有用 如果說你的紅線 真的是去廟一面求來 而且那間廟很厲害 它代表了神明對你的祝福 相信宗教的 這件事情就會有用 對 那你如果是不相信宗教 你把它當成是一個長輩的祝福 哦 至於說水晶啊 這種東西 畢竟他們是有能量的 那個能量這樣一點點 是有什麼用 那我們就買大顆的啊 驚動啊 那種 這個又有另外一個問題 當它真的有能量的時候 那個房子裡面的方位很重要 那你說擺錯地方的話 你剛好催忘你那個倒楣的事情 真的假的 所以我其實都會建議不要亂戴 改變你自己最簡單啊 有的沒有的這些東西 你怎麼知道有沒有弄錯 對 與其做這個事情 你要去學著怎麼跟人家相處啊 所以其實什麼紅線啊 什麼水晶帶在手上啊 我們不能去講說這種事情是 完全沒有用的 用處其實就是 心情上的努力 那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訴我 怎麼樣才可以做到這個目的 改變自己 除了這件事情以外 沒有 沒有了 但是我們可以教一點點小小的方法 在改變自己的過程中間 效率比較好一點 這該不會是要付費的吧 撲梗撲到這邊 然後說請轉帳到我的那個帳號 我會告訴你真正有用的方法 老師有用的方法到底是什麼 你至少要讓人家覺得跟你相處起來 是舒服的 對啦 這基本的啦 這些東西你都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 去做改善 那有了這些改變之後 我們可以從命盤上面 看到你哪一個方位會是比較好 建柳年紅蘭新年在東南方 東南方 對所有人的都在東南方 如果在你的房間裡面的話 你可以一個燈 或者是女生會喜歡用那種什麼 燻香 但是我必須要說 既然這個是一個整個流年的方位 對 所以它其實的效用 就是一個很輔助的效用 嗯 它沒有辦法說 哎呀你每天把自己搞得 棚頭垢面的 然後你放一個那個東西下去 然後這個 對 這個不會有 它只是幫你推一把這樣子 或幫你吶喊一下 加油這樣 就像我的健身教練 我每次在娶的時候 他在旁邊 加油你可以 你可以 我覺得這一集的宗旨 就是你根本沒有辦法招桃花 因為你只能靠你自己 因為好的桃花不是招的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都知道說 感情需要菁英 婚姻需要菁英 對 那你找到對的人 難道你不用菁英嗎 要啊 我還有朋友 他是演藝圈的 然後他有拜 胡仙 拜這些到底有沒有用啊 我覺得拜月老OK 神明的幫忙啊 從來都不會是啊 直接幫你解決問題 就像我的健身教練 就是在旁邊幫你加油 對 但你不能說他無效 因為如果沒有他的加油 我就練不下去 你看好那些大廟嗎 有這麼多人去拜 神明到底就是他很忙啊 你知道 就是這麼多人同時在那邊跟我講 我到底 所以要有些小技巧 城隍也在幹部 他在做人力銀行的事情 大家去拜拜 然後大家求 他幫你找這個比較適合你 這個比較適合你 然後讓你們有遇見的機會 這就是神明的幫忙 可是你們會不會好 你們會不會在一起 各自造化 對啊 我們之前有三個朋友 一起去拜月老 我們當然也是有做足的功課 說什麼啊 你要把條件很清楚 我們講得很清楚 就是例如說 可能身高175以上 當時還有就是列出一個表單 後來呢 就是只有其中一個人 非常快速的 就有一個桃花 但是一個爛桃花 就一個月以後就分手了 但是其他人就是完全沒有動靜啊 他可能身高175以上 挑了100個之後 你連他的條件都不合 哦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你要去寫一個合理的情況 蛤 譬如說我如果去求月老說 長得像林志玲 月老從此以後就不再理我了 因為林志玲已經嫁了 對不起 對 再來就是說 有的時候會是因為 你在那個時間點裡面 你確實就是不適合 好難哦 這就是很難啊 所以感情要經營 所以婚姻要經營 不是你總要有一個夥伴跟你經營 你不能因為很急你就亂找 然後找來再去經營 那都沒有用 例如說真的都沒桃花 然後就撿路邊的紅包這樣 這樣也算是桃花的一種吧 對鬼信仰 我跟你講 路上撿紅包的難度比 找到一個桃園難 那如果是一個信封 他不是紅包 放在地上 撿在幹嘛 不是 那我只要看到他撿起來啊 撿起來你就會想說 欸這什麼東西這樣 冥婚一定是撿起來打開 如果撿起來打開以後 發現裡面是錢 那就拿去警察局 什麼 冥婚裡面到底放什麼啦 老師這集順便解惑一下 生辰 好恐怖哦 那他家人放在那邊以後 不可能一直在那邊等 就是誰去撿啊 他會啊 他真的就是在圓方 像狗仔一樣這樣看著 對啊 所以就他打開發現 那個人的巴子以後 就 慘了 他就會衝出來 嘿 就這樣 喔好有緣分喔 我們已經放棄治療到 就是乾脆走冥婚這一套了嗎 你要學會怎麼 分辨好男人 喔這有點難 這個月老可以幫忙嗎 我可不可以直接去月老內擲筊 然後就 就說誰誰誰 然後生日 然後擲筊這樣 喔可以 有這種迷信嗎 感情跟婚姻裡面啊 絕對不是只是靠一個人 這個人脾氣也很好 可是你一直戳他一戳 他戳到他發貨 那也沒有用 其實我也蠻多朋友 就是他們也條件很好 但是他們也常遇到渣男 然後你就是跟他講說 他就是不好啊 就是他但他還是 那沒有辦法 我們碰到很多客人啊 他會有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或是一直糾纏不清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這個是他前世的孽緣 他說我完全不相信 我說那你就分開啊 他說不行 他就來糾纏我啊 然後那個我說你搬家 他搬家那個他會來糾纏我啊 找了很多的師傑啦 什麼師傅啊 什麼都沒有用 對 我都會問他一句話 那你找過警察嗎 不叫警察只有一件事情嗎 因為你放不下 對啊 可是你又不願意承認 為什麼啊 要把你的條件寫出來嗎 為什麼 因為絕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他自己要什麼樣的客人 宗教的起源有一部分是人對自己內心的探索 對 如果說今天你連你自己要什麼樣的都不知道 你怎麼能找到對的人 所以在那個過程中間 有道理 你會慢慢整理出你到底要什麼人 希望大家 有情人忠誠眷屬 然後鬼月不要太迷信 你有什麼你想知道 可是你不知道怎麼要得到揭答的 對 我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囉 祝福大家鬼月都不要遇到鬼囉 嗯 遇到鬼新年 拜拜 拜拜 利用指揮斗術改變命運狀況 改變自己的人生 大家支持一下我的新書 謝謝